你是我排你休息時間 但是我要求你不能離開分隊 剛剛四位講的這個加班換家講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我其實是很訝異 上次喔 上次喔 這個男人到底幹了什麼好事 在故事開始之前 先追蹤搶救消防員的粉專 以及Instagram 故事開始 OK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入我們第四個提問 在這個四字七八五解釋 公告之後 公服法寶藏法也經過了三年 然後他現在修了法 那以我們消防機關來說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勤務十四要點裡面 有新增了一個叫做休息時間 我以這個休息時間來做舉例 我們想要問的就是說 針對這個新法 新奉出來的這個休息時間 他在機關的 的範疇裡面 他可能比較算是所謂的環境作為 會有人遇到的問題是 我排你休息時間 但是我要求你不能離開分隊 因為我分隊的人太少了 可是今天 其實在我們法裡面已經有明定 就是休息時間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不受機關拘束的時間 才叫做休息時間 基層隊員他可能會有一些壓力 他可能會有人情壓力 或有長官壓力 他會說我們人就這麼少 我排你休息 但是你不要出去好不好 我們自己是一個救災的行業 我們也知道說 當災害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能真的會放下 我們的休息時間去 協助救災 但是我如何面對 一些機關常態性的去 這樣子編排休息時間 那就會變相的是不是影響到 本來他應該要列成補修的 最後他卻沒有辦法列成補修 他反而會在我的公司裡面 就是感覺是被消失的 那像這樣子的行政作為 我們也能夠提醒復申嗎 還是我必須得要先申訴再申訴 好 這個部分如果我們再回頭去看 保訓會的人事行人行為一欄表 他一樣在執行的部分 他是設定的是管理措施 就跟請假一樣 他認為是管理措施 值班的安排是管理措施 那管理措施就是申訴再申訴 好 那不過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部分是說 他排了班表之後 他是給你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可是仍然要求你在對上 接下來其實會涉及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認為 我既然休息時間 我被認定要在對上 那其實本來一天二十小時的 勤務時間安排分配下 應該是 假設二十二小時的執行背勤 然後兩個小時的休息 結果這兩個小時我其實就在對上 我被要求在對上 他其實就是多了兩個小時的 背勤執行段 那這樣等於是算加班了 那如果是加班 你其實要嘛你就給我加班給 或是補充 如果這邊你把我認定成說 就是休息了 但實際上我就是來上班了 那這個部分就會有引發增益 我會認為他就不會是單純的 比如說值班的問題 或者請假的問題 而把它認定為管理措施 我真是認為說 因為他吃掉你這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然後又沒有給加工費 連補休的時間都沒有 那這已經是會涉及到行政處 因為這涉及到權力措施了嘛 OK 所以應該來提及附身行政處算 想要加問一點 因為真的太多的會員問喔 就是他邊排了一個休息時數 他可能邊排了早上八點到十點 或者是說凌晨六點到八點這樣子的時段 譬如說排了八點到十點休息嘛 那我們的認知可能會是八點到十點這個時段 你既然排我休息 那我就是十點再到港上就好 但是如果說機關要求你說 欸不行喔 應該要八點先來潛入 然後再開始你的休息時間 就是這次感覺是一個很小的行政管理措施 那如果說這個沒有辦法透過內部溝通啊 來做解決的時候 他一樣可以來做救急 至少嘛 就是說 理論上休息時間 我就既然不受指揮監督的話 那我剛剛也問說 那你們有需要上班打卡嗎 這樣子 如果你們是沒有上班打卡的話 那基本上就不用特別記得有開始的時間 你其實就是休息時間完出現 然後接受指揮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當然就有討論的空間 那不論如何 他也會被認定為 至少是一個管理措施可以走 升級戰勝送 所以今天其實跟休息時間有關的 像這個心智有產生到的一些爭議啊 其實他都有路可以走 但關鍵就是其實大家要去審請 就是如果說今天跟機關這邊的溝通是無效的 那大家其實應該要嘗試的去 在你的行政機關裡面去走你體制內的 你要去試著去提出來 嘗試去提出來 那他才有更多討論的機會跟空間 我這邊要問最後一題 就是我們公務員保障法的修法 並沒有把這個加班換加獎的制度取消 那以現況來說 我們就兩年後一定立刻就會遇到 舉例來說像台北市的規定就是 我每天要有五分之二的人力上限 就是我不能修超過這個五分之二的人力 在這個框框底下我們就直接可以算出來說 其實我大概知道說 多久以後我開始會有補修時數過期 如果不是像行政機關一開始公務員保證的那樣 你以後不會再有 那其實地方政府他應該還是會照這個法規去走 那我們一定就會遇到他再直接發假獎給我 因為他發假獎給我好像是一個管理措施 因為那個是在他保障法裡面 他規定他可以這麼做的事情 那我是他發假獎給我難道我只能走申訴再申訴嗎 走申訴再申訴 我有可能就會停留在那個再申訴階段 沒了就沒了 我也沒辦法打行政訴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要請律師跟我們解答一下 現在公務法裡面當然是規定說 對於超勤的部分應該比於加班費 是 那至於說怎麼給那上限是多少框架 是怎麼樣子規定就是 還留在後續做比較細緻的規範 好 那當然有所謂的這個 剛剛思維講的這個加班換加獎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我其實是很訝異 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勞空案件裡面 當然就是加班換加班費啊 誰跟你要加獎啊 口頭跟你拍拍一頭然後就好了嗎 這麼好的事情 哪裡找 原來在消防員有這樣子的規定 我也是蠻訝異的 那這以前是不合理的嘛 不可能沒有一個勞工願意這樣子做 那我也相信沒有一個消防員 出生入死這樣賣命還加班 只是要上級的一個加獎 這我們怎麼對家裡的老婆小孩交代 對不對 我們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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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時候換加班費回來啊 換加獎可以幹嘛 不能養小孩嗎 對 OK 所以按照公保法的這個規範 其實解讀上我們還是認為說 我仍然應該要給加班費 好 所以 其實就接下來就會問一個問題是 那你的超勤補修時間 因為公保規定 兩年 那不好意思 兩年過了 加班費我們也只有這個上限 一萬九 你也沒辦法排到你休假 那就你的事了 那不好意思我們就給你加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明顯他也違反了七八五號解釋的意思 七八五號解釋的意思 我們再回去讀一次就是 他說對於公務員健康權的一個要求就是 扶勤的這個上限要有一個合理的規範 不是毫無限制的 再來說如果有超時扶勤的這個狀況 必須要給予合理的評價 給予合理的補償 所以這合理的補償 大法官應該不是要這樣說 用加獎來取代 我們申請到他解釋的時候 就已經在講這個事情是不合理 大法官才會說 好我們要去規範一個合理的這個內容 結果你還沒有改 那根本就不符合大法官的意思 所以其實還是要給加班費 很可惜的就是 公保法二三條 那兩年的時效規範 其實也一下子規定的太快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也看得出來說 按照消防員這樣子特殊的工作 他目前的人力補償是有問題的 還不夠 其實反而讓這些分隊 排執勤的這個時間 會比較困難 因為沒有辦法消化完掉 你的休息時間 導致兩年一到你都還沒有補修完 那沒有補修完就要處理解釋 那有加班費的預算嗎 那如果行政機關要有所謂的一萬九的上限 那各分隊你們在排勤務時間 那上限就是給人家加班到一萬九 超過的部分 你如果沒有預算準備要給加班費 你不要想說用加獎來取代 這個超過一萬九的加班時數 那如果還是有分隊發生這樣的狀況 按照785的解釋 我們認為還是有違憲的這種分配的情形 沒有給加班費的部分 應該來提起負審行政訴訟 OK 這一題我覺得是大家最最最關心的 因為現在限職的消防員 就是普遍製造的超過一半 會立刻立刻遇到這個問題 立刻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節目到這邊 差不多時間快要到 那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呼籲 就是第一個我們希望說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能夠真的落實去思考到說 未來兩年的時間一到之後 你現在心智底下的這些消防員 他到底怎麼樣被加班換加獎 對 那未來如果真的加班換加獎 這件事情真的發生了 那就如果我們呼籲私底道 我們真的是呼籲大家 不要再輕易的讓自己的權利睡著 因為你去接受了這個加獎 在法律上的效力就是 其實你沒有異議 你沒有異議代表你同意了 就是當行政機關的這個行政處分 你同意了之後 其實你讓他時效過了 我們很難再去追回來 所以這個不是在靠北消防 或者是哪邊罵一罵就會有用的事情 必須要你真的要去提出申請 今天非常感謝郭律師幫我們回答了很多 在心智開始之後大家想要知道的問題 那我相信就是大家在郭律師今天很詳細的解答之後 一定能夠更了解我們現在的制度所面臨到的問題跟挑戰 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消防員的權益 歡迎追蹤我們協會的粉專搶救消防員 然後也呼籲也歡迎各位基層的消防員來加入協會 一起推動我們的公司改革 為我們的健康跟合理的補償 那今天我們的跟郭律師的訪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